周末看房下集 今天很高兴又来参加云霄阁组织的看房团 I6这个系列的房源在曼谷来说是一个网红的房产项目 那我想你了解一下这个项目的特点 还有看发商的实力到底怎么样 是泰国上市看发商亚兰达的一个非常重头戏的一个品牌 那么亚兰达的公司是泰国前十大上市公司 那么它开发的产品变入了整个曼谷的轻轨和地铁连线 不同的级别设定的一个品牌 价格上面也非常符合年轻人首次置业的一个需求 因为它的价格等价格高 所有的户型设计还有它的设施的配备方面 都符合年轻人的需求 好 接着看Mobi Sucve 66的二房80.5平方 像我们孩子多肯定是喜欢这个户型 客厅大嘛 还有个大大的阳台 令我惊喜的是IDEO所有的房型都是四四方方的 房间里没有奇怪的角度 有人有角的地方全部作为了公共空间 或者是中式区域 购买的面积均为使用面积 所以80平方看上去相当大 现在我们在28楼有一个空中花园还有一个健身房 哇 这户外视线太阔多了 因为层高高嘛 这里可以直接走到27楼游泳池 泳池旁的会所时尚 前卫 接待朋友 小聚开party 绝对没问题 下一站两栋32层 总计1165户的东方双子星 这个项目也是一个现房 但是刚刚进宫还没有人入住 所以7-11也还没有开业 很明显购买双子星的业主就和开发商Ananda一样 对明天寄予了厚望 BTS 邦那站曼谷最大的会展中心 东南亚最大的购物中心Bangkok Mall 另有EEC东部经济走廊 现在看一个一房 如此有潜力的地段 如果面积足够大 我相信Ananda恨不得开发一个七星莲珠吧 这要是工作了一天累得不行的时候 来这里喝上一杯咖啡 远眺一下将近 这个太治愈了 32层仿佛在云端 下了楼又好似在城市森林 我们现在从五楼往下走 这里就是一个天然的养八步道 穿过养八步道 我们从B洞的共享图书馆来到了A洞的室内健身房 最后是开发商达姨环节 并且送上了当日的超级优惠 今天站了一圈 看了三个Ananda IDO的项目 我发现都是挨着BTS站的 而且所有的房型设计都是以中小步行为主 设计的风格都是比较年轻化的 所以特别适合年轻人 而且这个品牌虽然价格是不高 但是它非常叛期 功能空间非常大 包括这些功能型的共享空间 纸内面积小 总价就便宜 但是你享受的部分空间却很大 我是丁丁 分享不一样的泰国